再來的話,當然我們如果要把這個東西改寫成不要用錄製的 這個地方當然我這邊已經,如果要寫的話一樣 我們需要有個按鈕,所以這邊有一個叫黑名單篩選VBA 所以我直接拿這個來改好了,就是黑名單篩選 後面再加一個VBA就好,所以一個sub 叫黑名單VBA OK,Enter一下,它就會自動幫我加一個叫黑名單VBA的sub 那這個sub的話,基本上我要解決幾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我要能夠第一件事就是先切到這一邊 然後把公式輸入之後向下填滿 那之前如果我自己用寫的話 那我可能就是要錄製的,可是如果我不要錄製的話,我可以直接 拿原來的,比如說第一個,我游標一樣要切過去 有沒有 然後呢 第二個的話呢,我就是在那個Range B2裡面的輸入公式 但是你會發現之前錄的是先游標放那邊 再輸入公式 可是我覺得不需要那麻煩 你不需要分兩行,你就是 跟他講說在Range B2裡面 幫我輸入公式就可以 OK,所以輸入公式直接就給兩個雙銀號,然後把這邊的公式有沒有 直接複製過去就可以 複製取消 把它放到這邊來就可以了 OK,這樣的公式就放過來了 第三個的話呢,就是我要向下填滿 怎麼向下填滿 其實就是 把這個Range B2 它後面你這邊點一下 它有個叫AutoFill AutoFill Fill的話自動填滿 那填滿的範圍的話,基本上就是從這邊填滿到最下面 那最下面的範圍的話,基本上應該 這個好像 我剛剛有改,Ctrl向下 這個應該會是到 5453嘛 所以呢 我們就是底下的話跟他講填滿的那個範圍 其實是從哪邊呢 Range 從B2 到 B的 5453 這個範圍 OK 好 這樣的話呢,我就完成輸入公式的動作了 好,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那就是篩選 所以呢,再來游標要必須放在哪裡呢 放在那個 好吧 所以 這個是輸入公式 第二個的話就是 如果我假設要篩選 那之前我們是 我先把這個先切 Ctrl向上一下 再來我要篩選的話 那剛剛我們是 利用這個篩選功能 對不對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用篩選功能的話 如果假如說啦 我不用錄製的話,其實自己寫就可以了 那怎麼寫? 其實很簡單 一樣 你就是 有點像游標放在 哪裡? B1嘛 所以這邊 拿那個來複製比較快 B1 然後後面的話呢 點一下 也就是意思說 我要在 B1這個儲存格的地方 做一個篩選動作 所以你打一個 Auto Auto Filter 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一個就是篩選 那實際上 篩選就一個 動作 OK Auto Filter 黑色 那接下來空一格之後的話 他會要求你填入對應的資料 黑色的字就是他的參數名稱 所以他問你說 請你填給我幾個東西喔 第一個的話就Field Field是說你要篩選是第幾藍 第幾藍 第1藍第2藍 因為我要針對第2藍幫我篩選 輸入2就可以了 逗點 第2個問題是說 那你要 你的條件是什麼呢 幫我找一下1的部分 當然1你可以直接輸入數字1啦 不過我印象中好像這邊 是需要給一個文字1 你說為什麼呢 其實各位可以看一下篩選的 這個入字句集大概就知道了 上面這邊有沒有Field 這邊是2嘛 這邊他給的是1啦 OK 你說老師為什麼前面他有Field的冒號等於 其實跟各位講啦 如果你假設你的參數是按照順序給的話 冒號等於前面那個名稱是不需要的 你說老師我要加個也可以 但是感覺好像比較 程式比較冗長啦 所以我就不加 OK 好 那你說逗點後面還需不需要加 其實如果假設你只要一個條件的話 你沒有第二個條件 其實只要加到這裡就可以 OK後面不用加囉 因為第二個好像是 and or 然後第二個條件 所以我們沒有第二個條件 所以我們不需要 好 這樣的話我就完成篩選的動作了 好 那最後的話呢 第3個 所以其實 1就是輸入公式 輸入什麼呢 conif 第2個的話就是篩選 那你說是篩選一行嗎 對 篩選就一行 那第3個的話 把資料 把它複製到哪裡呢 複製到查詢結果裡面 那怎麼把它複製過去 我剛剛是從A1有沒有 所以我先讓它鬆斷到這裡好了 讓它跑好看 因為這樣 所以跑的時候記得 游標一定要切回來 因為我們將來按鈕會在 還會是在這個工作表 所以如果你執行看看的話 那 還是要把它先切過來 所以我執行一下 那我按F8好了 這樣看比較清楚 游標先切過來 然後我公式輸入到這邊 然後向下填滿 它動了一下 其實等於是 其實你不用把它刪掉 那理論上是刪掉是最好 我把它先刪一下 這樣看得比較清楚 然後我讓程式 重跑一下 這樣 Ctrl 把它按F8 有沒有 游標放進去 Auto Fill 自動填滿 然後篩選的話呢 其實是B1 Auto Filter 第二欄的 把它留1的部分 你會發現 得到的結果跟剛剛一模一樣 那其實只要一行 那最後的話 我只要把 A2 一直到底下的 這個有沒有 A2 Ctrl Ctrl向下 有沒有 Ctrl A1 一直到Ctrl向下這個範圍 到什麼 一樣是5453 這個範圍的資料呢 幫我Copy到哪裡 Copy到查詢結果的A1 其實剛剛我們好像也錄了一堆啦 可是 實際上 如果你要撰寫VBA的程式的話 其實也只是要 寫一行就可以了 怎麼寫 一樣用那個Range 我拿這個來改好了 Range的話 我跟他講範圍 哪個範圍呢 幫我從A1 一直到哪裡呢 A的 多少 最下面應該 5453吧 然後呢 後面其實只要 用一個方法叫 點Copy 點Copy的話 意思就是說 幫我複製到哪裡 那複製到哪裡 空一格之後的話 你只要把哪裡 告訴他就可以了 那我要複製到的是 這個工作表 所以喔 跨工作表 所以如果跨工作表的話 那請你在 這個地方一定要告訴他哪一個工作表 所以把這個 這個複製過來改比較快 這個叫查詢結果嘛 所以這邊把它改成叫查詢結果 然後呢 哪一個儲存格 的 的的話就點 點Range 因為我要call到他的A1 所以 Range A1就可以了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 就是把 找到的這個範圍的資料 幫我call到A1去 看看有沒有OK呢 試試看喔 我把這個查詢結果 這邊 這邊是清空的嘛 然後呢 我來試試看 我按一下 Function Jen加F8 call過來 看一下結果 結果有沒有 欸有了 OK 那程式寫完了 所以你會發現喔 如果是自己 寫的話 基本上喔 會非常簡短 等於是三個部分嘛 第一個部分的話就是 輸入 輸入 公式 有沒有然後填滿 這個公式的話呢 與填滿 然後第二個的話其實就是 篩選嘛 所以這個第二個是篩選 然後第三個的話呢就是 複製 複製資料好了 資料 OK 不過最後可能要多做一件事 因為我剛剛有切到哪裡呢 前面這個工作表 所以我希望他查完之後再幫我切回來 所以最後 再寫一個叫 序齒查詢結果 點slate就可以 點slate就幫我切過去嘛 slate 好這樣的話我們就大功告成 寫完了 OK 所以啊 兩者之間最大的差別應該可以看出來 錄製的話其實就是 比較強調是 你的 那個 滑鼠跟鍵盤的動作 那如果你自己寫的話 其實比較強調就是那個整個的步驟流程 當然重點應該就是擺在那個物件 怎麼樣轉移 那個資料的過程 還有就是那個物件 怎麼去做 切換 像那個我們用到兩個物件嘛 一個是 一個是序齒 工作表物件 一個是range物件 有沒有 那range物件其實就是把公式放進去填滿 然後呢 篩選 跟複製 其他就是序齒物件 大概就這樣 所以哪個比較 簡單呢 我是覺得啦 如果當你會寫程式的時候 你自然而然你會去思考說 將來我錄製的是不是可以再讓它簡化一點 不過這個就是一個過程 我覺得要跨到VBA 其實需要一點時間的 那你會發現 兩者有沒有關係 當然有關係啊 所以有的時候 如果我當我不會寫VBA的時候 我會用 錄製先開始 然後再慢慢把它修改過來 OK 所以基本上大概是這樣子 那最後一樣 我們就是把它變成一個按鈕 然後呢 再試試看 結果是不是我們要的 所以我做完之後 把這個 對應到一個按鈕 按下它 然後按下去 看看OK 不正確的名稱 那可能是因為我這邊是不是有 兩個吧 對 因為我好像我的 這邊已經有一個這個了 我把它刪掉 我乾脆把這個module 整個移掉 OK 那應該這樣OK了 但是它還是會有同樣的問題 什麼問題 就是 切換畫面有殘影的問題 所以一樣喔 你可以在 第一行的地方 再加上 Application .screenUpdating 等於False這個敘述 把它加到這裡 再試一下 OK有沒有 這樣的話 沒有殘影了 那你說哪個塊 好像差不多耶 有沒有 因為其實 那你說 將來 工作上應該用哪一種方法 其實老闆也不會管啦 反正你事情做完就好了 OK 他還說 你要給我寫VBA比較厲害 對沒有老闆管你這次 你事情做完就算了 OK 所以 期末報告也是一樣 如果你有能力的話 你自己改改看 如果你假設你說 老師我實在是盡力了 我還是沒辦法把VBA寫出來 那沒關係 你用錄製的 然後你上面記得 把那個註解也許交代清楚一下 至少你要把那個 上面的註解 稍微打清楚 讓我知道說 你是真的 了解 每個步驟 到底你做了什麼事情 在這個部分 好 那 今天的話 主要就是把那個 黑名單篩選 查詢資料 然後把查的結果放到另外工作表 跨工作表 然後呢 我們是錄製 再到 VBA的部分撰寫 那這個部分 理論上 雲端上都有啦 所以如果你要參考的話 雲端白板上面的 這個地方 其實也有 OK 所以請各位 試試看 把 這個做出來 那今天的作業基本上 就是 完成 到這裡就可以了 另外可能要請各位思考一下 就是這個 因為 我們現在期末真的滿快的 也就是說 還有 一週、兩週、三週 那就會是要 期末 因為學校有那個 繳交成績的一個 期限 所以還是請各位 早點 做一些準備 那準備的方向 大概就 重點就是把期中報告 的部分 再增加 那個什麼 聚集 到底 或VBA 二選一 就對了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 亮麗而為 另外的話 報告的部分 也稍微交代一下 到底你 做了哪一些 增加的部分 讓我知道說 你 從那個其中 報告裡面 有沒有再增加的哪些部分 的 這個 程式 那你說老師 如果我不要做一樣的 我想要做其他 可不可以 你也可以 假設你不想要 從 期中報告 衍生的話 你也可以另外再找一個 題目 然後呢 去做一個 期末報告 部分 OK 那今天的話 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一樣會把那個 上課的影片 還是一樣會轉換放在我們的 Moodle的公告區裡面 如果有些細節不太明白的話 可以在自己再稍微查看一下 喔